現在要過年 大家都在看四十碗 過年 也不過要注意這個新聞 以前衛生書是委託學家 參與兩百九十四項 是平常我們買的地方 一個四十碗做一個 丙四十碗的調查 結果發現說像這個 山仔冠 芭樂冠 這個桂枝冠 還有海鮮 泡泡米香 這種米菜品的丙四十碗 含量是最高的 如果我們買的 可以盡量選擇這款產品 彭彭所塑洋芋片 是很多大人 孩子都要吃的四十碗 不過要洗你 以前衛生書 委託學家 占對米食製品 冠軍類 海鮮 還有 蒸雞類 豆仔類 和水果冠這兩百九十四項 市民上北的脆脆米進行 丙四十碗 相反感觸 結果發現 馬鈴之家的冠軍類 脆脆米的丙四十碗 含量上官 每公共有四十碗 三十五米欠 像馬鈴薯類的 碳水化合物比較高的 它裡面有一些 海鮮 每公共都在十一米欠以下 海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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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食製品只有美公軍二十五米欠 但不可意思說 市部的基本在溫度超過一百二十多 來的烘還是錢 丙四十碗就會自然來釋出 而且時間越過 涉地越輕 含量就越高 由於高溫烹調 它會裡面這些零食類的食品裡面 的成分就會產生變性 就會造成丙四十碗的合成 油炸的含量特別高 醫師建議要吃洋芋片 跟淨油條做市部的消費者 一個月最多不可以超過兩百 丙四十碗雖然對人體的地感性調查 也未確定 不過高溫油浸的碳水化合物產品 如果是生成丙四十碗問題 油品本身存在生化跟五海物質 想法可能為它健康 記者 司翁報導